大家好 欢迎回到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12月12日星期日的中午时间 今节有我许禅一个人回来和大家谈谈 这个癫佬罗冠聪在民主峰会上的封言封语 虽然被梁振英先生所称为三分钟的去厕所位 不过你这样说他反而更加开心 因为虽然短短的三分钟还要像他所说的拍段片播下的 但是也收到他想要得到的预期效果 他政府方面都有发到新闻稿铺斥他的言论 甚至乎内地的新华社也发表了一篇叫做国际时评 还说罗冠聪和其他逃犯通缺犯喪家走狗等等 这些面皮七尺厚的所谓国际线 你这样骂他就越骂越开心 即是证明到自己三分钟的讲话都是非常之有力 能够收到刺激到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神经 罗冠聪这篇三分钟发神经的言论里面有些什么要说呢 我都听完又做一下笔记 我没想过短短三分钟的讲话 我要做的笔记我想超过半个小时 因为也要找回他讲的东西 大话或者混淆视听的东西 的相关资料出来 都搞了我相当之内 他这一篇或者这一段三分钟的讲话 我想有机会可以打入见历史世界纪录里面 可以在短时间里面说到这么多大话出来的世界纪录 我尽我所能 尽量在他这三分钟的讲话里面 找到多少大话出来 可能有些我听漏都不明白 首先 刚才说了他穿着黑色的T 穿着什么的T 很搞笑的 有个头盔上面 当然是黑白色的线条 是画出来的 黑布带着头盔 上面是写着 时代革命 即是光时的口号 还有五大诉求的英文 他不会拍得很清楚 他不会拍得很清楚 拍到一半 因为他半生 这段片是说什么呢 一开始就说自己是 叫做罗冠聪 说自己是一个前学生领袖 说自己是香港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 说不过在中国政府打压的底下 他的立法会议席被推翻 这个已经是非常大的大话 你的议席不是被推翻 是你的宣誓出了问题 所以就要贼夺你的议席 本来是没有的 这个是关中国政府什么事 完全关系的 你是违反了宣誓里面的守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说到在那玩笑 是你自己的问题 与人无由 你是不见其他那些要被推翻 为什么只会推翻你呢 一开波他已经说大话了 接着第二个大话是什么呢 就说他的自由 亦都是在2017年被夺他 还说自己是因为参与一个和平示威而被判监 你那个不是和平示威 你是冲入公民广场案里面 那里说明不让你进去 那你琴那个杂你们冲进去 请问你是和平示威吗 你琴杂冲进去 那里说了不准进去 你说要重夺公民广场 那你的好兄弟呢 王之锋 那时候还很尖尖自己在说 对于这个叫做重夺公民广场的事件 还说自己公民广场架起这个围栏 他们就发起重夺公民广场 还说自己呢 因为这一次的事件 促成了雨傘运动 多嗨 还有罗冠聪呢 你在这件事里面来说 即是叫做 与他 王之锋 周永康 你们三个 以他来说 是最重的 那个判监 为什麽呢 因为他是连上 煽惑他人参与 非法集结的 那你还说自己呢 是和平示威 那接着还说 为了打压另一波示威 在2020年的夏天呢 就在香港落实了港区国安法 那还说 这个呢 港区国安法呢 摧毁了香港的公民社会 那请问有什麽摧毁呢 这个叫公民社会 这一件事呢 很多啊 都是因为你们自己有 怕 又说这样那样 例如邵家遵 他的石长花 还有教协 其实不是摧毁的 是你们自己呢 过去所做的事 或者你们自己做的事 你们自己害怕的 还有甚至乎 民阵 支联会 这些不是摧毁的 是找到有增频实据的 或者甚至乎 有些是去了搜证等等 而作出一些起诉 这些全部都是有根有据的 再者 港区国安法立法之前 你们这班人 已经退潮 退到七七八八八八九九了 那关什麽事呢 那还说呢 他自己 因为呢 被以分裂国家的罪名 列在这个通缉名单上面 那跟着呢 就说 必须要流亡英国 哇 喂阿哥 你倒回来说 你是因为六四非法集结 那跟着 被起诉 那这件事呢 你自己就着了草 在港区国安法 立法之前呢 你已经是走了的了 你不是因为呢 港区国安法 立法之后 将你列入分裂国家 跟着你才离开香港 倒回转 如果是的话 你觉得你能不能够 叫做离开到香港呢 而流亡英国呢 一听呢 已经觉得 喂 喂 那么不合逻辑的呢 那当然 因为一个那么快 那么短的讲话里面 还有那么多的东西 在里面呢 你是很难一次过搞清楚的 喂 一听这里已经是谎话来的了 你是因为 一些很鸡毛蒜皮的东西 自己走才害怕了 会好像什么袁家卫啊 梁凯晨那些要坐牢 那些就快走 很明显呢 你都不是为了港区国安法 立法呢 而要先走路 当然啦 你走路之后 你就做出一些 违反港区国安法的东西 才说你分裂国家 这个完全是倒回大话 也不大话 那么你当然呢 要给一个很有型的位置 来到自己 为什么要流亡呢 才被人觉得你好像很厉害 那还拿自己的什么断路亲 出来说 又说 切断和家人的关系 避免他们受到伤害等等 哇 厉害啊 连家人都拿出来利用 即是说 哇 我不和他们脱离关系 他们都会有危险的 就是说到好像很黑暗那些 我们都说过很多次了 朱木仔 朱木文呢 他也是违反了港区国安法 正在通缉的 我想问一下 朱耀明牧师 在香港有没有什么事呢 没有 没有啊 这些很明显就是大话 还说大部分和他在香港 曾经有合作的民主派友好 例如像王之锋 戴耀廷 黎智英 还说在他这个演说的时候 已经是被运到监狱 还有可能面对最高的刑罚终身监的审讯 即是他的意思是港区国安法的问题 现在肥佬黎 他在坐牢的话 并非因为港区国安法 要搞清楚这件事 他那些什么非法集结 那样那样线话那些 还没坐完 即使他这样说 要合理化 即是被人觉得 这个人是不走不行的 因为港区国安法的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 他都没有能够 可以在这里跟你说话 可能都跟什么王之锋 一起在里面蹲 是不是说到自己相当漂亮 为什么离开了香港 哇 多美丽的原因 还说 香港曾经被誉为 亚洲最自由的城市 又说现在 已经沉沦到成为一个 威权的警察都市 喂 不要那么瘋 听见这个真的很好笑 有没有现在还见到 一些防暴警 枯杰在那里走来走去呢 还有你们所说的什么 行刑式佛企 有没有这些出现呢 都没有了 因为你们都没有出来嘛 就算你们限聚令那些 在餐厅 有时进来要搜查 其实都没有什么 你们就继续坐在那里吃东西 如果有事那些 就收下你 给告票你 给传票你 就是这么简单 何来有警察都市啊 我相信如果有警察都市 你说到那么恐怖 我想都没有什么人敢 去公子妹去抢鲍鱼 那个场面也有少少混乱 说他自己亲自经历了这些转变 还说他很清楚 北京反人类罪行下 香港的故事 并非孤单的例子 蛤 不是吧 有眼看的 拉来拉去 都是你们那些黑暴友 判来判去 都是因为你们犯了事 所以才会这样的 你看看 电子消费券 打疫苗 有得抽奖 还有未来月底的 倒数音乐加年华 渣打马拉松 有得再给大家跑了 还有呢 今天还有杜海荣 我想问一下 这些是有什么不自由呢 玩人类罪行 你们这班人真的不方不反人类罪行 和你们的证件不合 就要给你们私了 起底 还有到街上贴那些文宣 又要做什么Facebook专业出来 又要揭发什么人 又要写他们有什么问题 抹黑他们 唱衰他们 等于新屋岭 沙岭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 太子站打死人 那些 所以那些瘋子说完这些 真的令人很猛 就是这样解 因为你是相反 那些说完 那些什么维吾尔人 他说好搞笑 数以百万计 就说维吾尔人被困在集中营 我时觉得这些很好笑 一百万人以上集中营 只是吃饭 都一百万碗 一餐而已 吃两餐 一天都二百万碗饭 你不要说煮二百万碗饭 洗二百万碗也让人害怕 你是不是傻的 听这些都觉得很不合理 还说西藏人面对无日无知的打压 较早前的节目都有提过 我有朋友做生意的时候 都有在西藏开一些厂 如果真的打压无日无知 我想他都做不到些什么 连他都试了 虽然他不是西藏人 他会找当地的人打工 都可以亲眼见证到 西藏究竟的生活是怎样的 这是一件事 中国一早已经在 包括国际金融市场 到娱乐事业渗透到我们的体系里面 很不幸自由世界缺乏整合对抗这些渗透的意志 这是一个很低能和兼弱智的说法 其实大家都知道 国际之间的经济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也说过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如iPhone不是在内地组装的话 我想请问一下 到时如果真的iPhone要在美国组装 那些东西都不知要卖贵多少才行 还有你说什么娱乐也有什么渗透 还是怎样 我真的拗了头 那你是不是讲什么 张子怡也是负责来渗透的 李云迪也是来渗透的 其实很简单 娱乐的东西 如果你不看就真的不看了 不要看的 你扔多少钱下去 就算送票给我 我也不会去看 就是等于你们那套什么时代革命 就算你说请我 请我看看完之后 再请我去哪里吃大餐 我都不会去看 我不会浪费这一个时间 去看这套垃圾 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能够这些娱乐成功呢 那就是一个成功的娱乐 傻佬 渗透 你都瘋了 就是说这些渗透 然后又说 看到这些什么民主面临危机 还说自由 现在是危在弹直 意思是大家不联合来对抗 就是死路一条 而且说到 体制已经面临失去能力 那死了 如果全球各个领袖 都看不出这个问题 只有你罗冠聪看得到 有没有那么疯 有没有那么疯 所以这些人呢 在这些封会 为什么说他们是 发花癫的疯呢 就是疯狂的疯 那些疯狂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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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那些人又听到 都没有东西 好像很high 还说大家需要改变 还要用行动 去证明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好 你都疯狂的疯狂 我想他们的股价 都未必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虽然近来跌了一部分 再说下去 要强化分享共同价值 什么国家之间的联系 要改革一下跨国组织 从而确保 这些组织 能够履行他们的宗旨和承诺 哇 厉害 你要督促全球 要去改革 要拿着你的宗旨去做人 哇 厉害 这个逃犯 你现在已经不是香港的流亡总理 那麽简单 你可以做世界总理 都可以 那麽厉害 不如你去联合 你去组织 还在指责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国际社会 拥抱中国的崛起 挂住拥抱 就没有去建立一些制衡他的机制 你都瘋狂的 不要那么瘋狂 大家如果经济上 有一个互利互为 或者叫做双赢的情况下 还搞什麽 什麽制衡机制 你是不是瘋狂的 其实大家互相做生意 有没有互相制衡 或者叫做 衰点说 怕对方会起自己飞脚 这些东西是有的 很明显 因为这个罗冠聪 他未正式打过工 他不知道世界是怎样运作 或者做生意究竟是怎样 虽然你可以说他们的众志 都是一门生意 是不是 这门生意又不同 其他我们正正常上 是有些公司之间的合作等等 这些有不同 我们先记住 还教人 所以为什麽政治家 要和公民社会的领袖 必须通力合作 即是说要和他合作 大家要动用所有资源 去确保民主复兴 是我们最优先的目标 这些就是瘋狂 你不用卉食 大家要做生意 要户口 要养活自己的公司 要促进自己国家的经济范围 民主不是不要 但不是说到这麽疯 也不是用来当饭吃 因为民主 你就可以当饭吃 因为你出了一本书 叫自由民主 就拿来当饭吃 卖书才有钱赚 你这些三分钟讲话 最底下 又是订阅patreon 是这样的 还说 或者有些人会怕得罪习主席 或者有些人不想放弃中国市场 或者有些人没有正视过 对民主价值的威胁 他说这些就是为何我们失败 哇 厉害 他在说全世界的人 对于民主进程方面 都是失败的 就是因为你们害怕得罪习近平主席 哇 你瘋到这样 你把所有的问题 都推到习主席身上 这是不是瘋得很重要 之后还学奥巴马那样说 就是说这些原因 所以我们就要change 最后还用广东话说了一句 我们不是因为见到希望才坚持 因为坚持才可以见到希望 走开 坚持才可以见到希望 你那些希望是虚无飘渺 即是光时那些死人 尤其还说 香港人加油 真是救命 他这番风言风语 大致上就说了这么多 是不是呢 听上去是不是很瘋 首先一开始就将自己 塑造到光环 就告诉别人 一个学生领袖 因为港区国安法的问题 就被逼要流亡 还说我不流亡的话 下场就好像那些 Bennie Tai Jimmy Lai 王之锋 这些悲剧 甚至要面对终身监禁 合理化自己整件事 还说要断陆亲才行 否则就会害他们 即是说到是很危险 很老实说 即是如果 你说到一个警察城市 说到这么横盲无理 这么得人害怕 我想就算你断陆亲 都照拉起来 都照搞定他们 断陆亲就不搞的话 都挺有道理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看 接着再说 还要谴责国与国之间 为何不合力对抗 为了做生意 赚钱 不惜卖没良心 说到 为何他们那么失败 没有我那么成功 刚才都说到 尤其将整个问题 归咎于 世界上不同的国国领袖 或者经济体系 什么都好 因为怕了 得罪习主席 所以不敢出声 厉害 还要痛斥所有人 我都写个伏字给你 尤其说大家一定要觉醒 还说香港人加油 怎样加油 给钱 所以这个瘋子 大致上说的东西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当中包含了很多大话 和很多扭曲的东西 我真的听到都呆了 好了 我们今节暂时说到这里 这个人的风言风语 可以说叫告一段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